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该不会是三吧 玩水会感冒哦 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 猫猫猫猫猫为什么 兔子碰到水常常会生病 哦 兔子是一种很敏感的动物 洗澡或碰到水的时候 兔子会非常的紧张 其实啊 兔子并不是完全不能碰到水的哦 但是兔子的毛很难干 没有干的毛 很容易长霉菌或引发球虫 让兔子生病 哦 这样大家了解了吗 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 猫猫猫猫为什么 哇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呢 是一颗痣 没错 人的身上都会有一点一点黑黑的痣 但是为什么人的身上会长痣呢 人身上会长痣 这是为什么呢 猫猫猫猫为什么 是一颗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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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被墨汁喷到了 还是二呢 吃饭团也粘到海苔了 该不会是三吧 那是小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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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 猫猫猫猫为什么 黑色素聚在一起就是只咯 正常皮肤上都有黑色素细胞 平均分散在身体的各个部位 每二十到三十个表皮细胞 就有一个黑色素细胞 它会制造黑色素 传送到附近的表皮细胞 黑色素聚在一起 就变成痣咯 哦 这样大家了解了吗 好 好 好 啊 好 有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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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 猫猫猫猫为什么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麻雀 麻雀最喜欢站在高高的电线上 吱吱吱吱聊天了 不过为什么麻雀站在电线上 不会被电到呢 麻雀不会被电到 这是为什么呢 猫猫猫猫为什么 是A吗 因为麻雀有穿厚厚的塑胶与鞋 还很爱呢 因为电线杆没插上插座 该不会是三吧 啊 电线杆上的是假鸟啦 都不对呀 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吧 猫猫猫猫猫为什么 为什么不会电到呢 因为啊 双脚都停在同一根电线上哦 哦 电流和水一样 都会从高处往低处流 当电器的正 和负 有差距的时候 就会有电流通过 麻雀双脚停在同一根电线上 没有高低电位的差别 不会有电流通过 所以不会被电到哦 证据大家了解了吗 哦 哦 哦 大猫猫小猫猫跳跳哇哈哈 大肥仔小青蛙唱着鹿鹿鹿 大家来大条线发现新体验 嘻嘻嘻嘻哇哈哈把世界真情眠 大猫猫小斑马大肥仔小青蛙 大家来大条线发现新体验 小船母飘飘飘飘飘啊哈哈 大猫猫猫猫喎喷喷喷喷喷喷喷 大家来大条线发现新体验 嘻嘻嘻嘻嘻嘻哇哈哈把世界真情眠 大鸽马 小斑马 大飞鸭 小青蛙 大家来 来探险 发现世界真奇妙 小说声母飘飘 飘飘飘哇哈哈 大大鲫鱼花 喷喷喷喷喷喷喷 大家来 来探险 发现世界真奇妙 吉利咕噜 吉利咕噜 世界真奇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